另外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刚完成正式登记 在台中大雅 发生了柯文哲竞选宣传海报 遭不明人士撕走的事件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男子 鬼鬼祟祟走到了一个住家门口 看好久突然伸手 要把贴在墙壁上的海报撕下来 不过这海报粘得太紧了 男子撕到一半 原本想要放弃了 但想一想还是再尝试一下 左右张望伸手用力 终于把他扯下来 而且带走快步离去 那么这一张被撕下来的海报 就是民众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的竞选海报 台中市党部在昨天上午 到了警局来报案 并且呼吁选民要理性看待选举 避免违反选拔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灭